我是韩三金 神奇的变化 染着黄毛的韩英俊 与父亲女儿 弟弟妹妹一家五口 在汉江边经营着杂货店 虽然赚不了啥大钱 但日子也算过得幸福快乐 英俊的妹妹叫韩美丽 是个射箭运动员 也是全家的骄傲 每到美丽比赛的时候 全家人会坐在电视机旁 兴奋地观看 家里的生意很忙 英俊的弟弟整日酗酒 帮不上啥 妹妹美丽拉弓射箭 也是没空 只剩下英俊 给客人端茶地水送零食 在送零食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在汉江桥下 似乎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离近一看 这才发现 我的乖乖 一个又大又黑的怪物 怪物跑到岸上后 开始大开杀戒 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怪物而身受重伤 英俊决定和路人小哥 联手拯救人们 虽有主角光环在身 但也没有什么卵用 在强大的怪物面前 人类只能算是个战无渣 受伤的怪物 开始在岸上疯狂地逃窜 预感到事情不妙的英俊 拉起了小美的手 就开始跑 却没想到 关键时刻拉错了人 一回头才发现 小美早已被怪物抓走 游向水中 怪物的袭击 造成了大量无辜居民的伤亡 事件发生后 政府将汉江封锁隔离 英俊一家 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杂货店 离开店后 在统一举行的追悼会上 美丽拿着迎来的奖牌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一家人悲痛欲绝 伤心极了 政府为了避免怪物身上 存在着什么奇怪的病毒 决定将所有受害者家属统一隔离 并对汉江采取了大规模消毒 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 似乎是做好了 对付怪物的一切准备 就在这个绝望的关头 英俊接到了女儿小美的电话 原来她只是被怪物抓跑了 关在下水道里 暂时还没有出现什么危险 挤出望外的英俊 高兴炸了 将这件事情告诉警察 希望能一起丢出小美 但除了家人之外 根本没有人相信英俊 觉得她一定是疯掉了 一家人苦思冥想 决定从医院逃跑 营救小美 在外援的帮助下 逃跑得很成功 唯一的缺点就是 花钱太多了 被狠狠地敲了一把竹杠 营救小美买车买枪买工具 花掉了英俊一家的全部积蓄 拯救小美 迫在眉睫 却在进入汉江前 被简易拦下 英俊的爸爸 拿出了最后一点的积蓄行贿 才算是顺理进入各地区域 由于下水道实在太多 只能全靠运气 慢慢找 听到了异响 紧张地不行 以为是怪物来了 赶紧开几枪撞着胆 其实声音是大牛和小牛发出来的 他们是两个孤儿兄弟 只能靠着偷点食物来勉强度日 每次的外出采购 都够两个人吃上个一个月的 这次也是毫不例外 拿了满满一大包 准备胡吃海塞一顿 好巧不巧 出门碰到了怪物 被一路抓来 扔进了下水道里 大牛死在了被抓来的路上 只剩下弟弟小牛一个人 孤零零地在下水道中 担惊受怕 小美发现了存活着的小牛 两个人决定相依为命 一家人找了许久 没有发现小美的踪迹 决定先回杂货铺里 休息一波 没想到这一休息 运气就来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的怪物 却自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英俊爸一看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决定先干他一波 怪物护甲后的不行 任凭三个人一顿干 照样火蹦乱跳 一阵射击过后 子弹所剩无几 英俊勿将没有子弹的枪 交给了父亲 导致父亲在与怪物 刚正面的时候 一度陷入尴尬 丢掉了性命 枪声引来了警察 将英俊抓获 只有弟弟和美丽 顺利逃走 因为他们的逃跑 政府担心会有病毒扩散 宣布让美国来介入此事 使用黄色战技 这种之际会在大范围内 杀伤有生生物 政府希望靠他 来消灭怪物和病毒 这使得弟弟早已逃远 走投无路的他 找到胖子 希望可以让他帮忙 找到小美 在通讯公司工作的胖子 不仅帮他找到了小美的地址 还顺手把他给卖了 为了几百块钱的赏金 胖子带上同事 开始抓人 机智的弟弟从桥上跳下 在声音之前 将小美的地址 发给了美丽 美丽来到下水道后 果然遇到了怪物 但因为实力相差悬殊 一个平A 美丽再次被打晕了过去 不止美丽遇到了麻烦 英俊这边也不太平 在医院治疗的英俊 被严重怀疑 脑子有问题 决定要给他来一个 开炉治疗 治疗后的英俊 一想小美还等着我救呢 挟持了护士 准备逃跑 摔晕过去的弟弟 也在这时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睡在流浪汉的家里 身体没有什么大碍 于是收买流浪汉 前往汉江桥下 一起搞事情 逃出来的英俊 来到汉江 与美丽和弟弟会合 找到了怪物的赞助地 却发现小美和小牛 已被怪物吞到了腹中 怪物游到了桥下 在这里 大量的市民抗议政府 在这里示范黄色战绩 选择了释放黄色战绩 怪物被呛晕 躺在地上 英俊一看 机会来了 从她的嘴里 将小美与小牛救了出来 却发现此时的小美 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愤怒的弟弟 看着死去的小美 化悲伤为力量 开始用燃烧瓶攻击怪物 精度实在是有点水 基本没有扔中的 此时流浪汉神助攻 将烧酒刀在了怪物身上 美丽会心一击 将怪物点燃 挂不敌重的她 想逃回水中 英俊一个神捕刀 怪物彻底唧唧 小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却救活了小牛 似乎是将生命 以另一种方式传递下去 在这件事结束后 英俊将小牛带回了家中 从此小牛过上了 不敢说快乐上天 但起码温暖幸福的日子 抛开政治讽刺不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危急时刻 只有家人对你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总之 心情难得可贵 听说美的人都点了关注呢 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个电影见 拜拜